請問大家要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開始不用這樣的技術 大概現在不滿 大家不難發現 網路上面有許多網友 很容易去分享 都在海底的照片或影片 然後包含前陣子的那個 像風暗啊 或者是一些古池流發生的時候的這個現象的影片 那為什麼 其實就大概行車紀錄器啊 運動相機啊 手機啊 這些發展已經很發達了 那其實我們在寫持有率跟所謂的就是 成長率也是一直都很高 那當然許的這些相片就越來越容易 那過防再來當然不可能每隔都到現場 所以如果能夠善用這些影片或相片 來做一些參考資訊的產出的話 其實是相當的幫助的 那這些影片呢 或照片呢 要用傳統的攝影訊 其實是相有一定的難度的 所以當然就找了另外一個手機選擇 是從電腦視覺裡面去找 那這個三維從ScanRC的商量出片的一段法 他在某些應用上面已經有使用性 那有了照片 有了三維的一段法 當然對於控制跟就是精度的檢測的控制品 這個取得也都相當重要 看得更快 又能夠精度高 某個座位中心這邊 幫他打個廣告 其實實際上他們已經幫我們做了很多了 那現在有即時定位的就是一些系統在台灣 那這個我們只要透過生理堂的服務 加上適當的檢測的這個所謂的設備 就可以在即時做出高層跟平面進度都很高的定位 對 參考資料序 那我們的目的當然就是要把剛剛講的那些照片呢 能夠不同的規格 可能是相同的 也可能是不同的 作為後續的量化分析 那我第一個案例呢 等一下會講的就是 其實我有拿到平衡的報仇 空性的照片 還有終於設置自己照片 其實這個照片結合在一起 也許就是可以拿來做就是利息的產生 那不是太美好了嗎 而且我馬上推估之後 就算他再不準 至少公平沒有好 然後他的 加上他 如果我們用相同規格 可以控制的情況下 我應用出來的 我產生出來的DTM 當然就會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應用 包括很多期的話 以往我們可能做一些意驗 要很多的錢 現在很少 我們在做模擬 在做驗證上面 就會有很好的參考依據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在做模擬的時候 參數修正 或者是驗證上面 就會有很多的可信 而這個精度其實基本上 一個order以內 當然大家都覺得 有個人化的精度是公分幾乎 那所以我們就提出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想法 就是說 不同於常規攝影測量 如果用電腦視覺的這種 不是常規的攝影測量技術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對於我們後面的一些利用 有很多幫助 那當然 剛剛就跟我之前有講的一樣 中心社這邊有發的指點到了 還有網路上有免費的Visual SLA 跟一些商用的環境 那不過呢 我會選擇 Visual 4D Maker 要來買入中心社呢 當然就是因為他上課的選擇 對於我的同仁們 如果要用的話 它就是直接就可以操作了 那我們也發展 發表了許多的文章 在國內跟國際性期刊 甚至呢 也很幸運的 接了一些記輔案 看起來還蠻多的 那Visual 4D Maker 其實它的 對我來說 也對大家來說 應該 它的主要就是要產出那個產品 對大家這有幫助嘛 前面的 有的沒有的那些精度檢查什麼 我們交給研究人員 或者是學校技術單位 甚至原廠還幫我們來幫我們處理 我們要產生的就是點雲 點雲可以幹嘛 你看 一般的點雲 大概就是不密集的 看起來也非常之DSM 可是呢 看不太出來 要做的空間是要萃取的時候 跟應用的時候 就會比較有防定 那如果Visual 4D Maker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做加密的動作 這大概電腦視覺裡面 也有蠻多一點的一段法 可是Visual 4D Maker的加密後 它的 它還要做一次過濾的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是 這對我們在這個雜點譬如上面 是蠻有幫助的 雖然它還是有雜點 可是已經很好用了 可以看到 素是素 波麵是波麵 核床是核床 要測取資料其實相當的方便 然後點多點勻之後 它們要產生這種精細的這個 ESM 也是非常的容易的 再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透過 原本拍攝影像 加上 ESM資料 就可以製作 影像糾正出來的正設影像 那真的也像 Visual 4D Maker 以前考量的User 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功能 直接在Google上面 可以輸出成10ml 10D的適合 然後來做前後 異時照片 其他新派照片的比較 甚至多幾的都可以 那它其實就是拿 Google 當一個平台 那另外呢 密機產生出來的點名 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組Mesh 就是 然後可以看出來 其實就是整個節目 都會非常的完整 甚至貼上照片 有材質貼 那我們就利用這些 四項產出的產品 然後 我就用在 中心設置品來就用在 Google的領域 那主要就是空間資訊的 萃取跟更新 漏造物 環境上的模型建立 量體組的轉移 還有異形的變化 趨勢模擬 結合前面的資料之後呢 可以提供自在特性 跟自己對手的原產 第一個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空間資訊的萃取 以及更新 其中包含幾個應用 因為我們同事 要去量 那個結構物間的波漿 那為什麼要量這個呢 因為通常設計 結構物之間的波漿 大概是1 2 3 那 我們就會去檢查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 都是穩定的狀態 因為萬一有一個 不穩定的狀態 比方說結構力也裂開啦 或是有一些拖刷的現象 這個波漿就會變長 所以我們都常常會去現場 通過皮脂或是雷射側去量測 這想當的一定要接觸它 所以就會相當危險 那因為我們這樣的工具之後呢 就是變成為了 只會拍攝照片 然後又不管是通過UAV啊 或者是刺刀出去拍啊 就可以把這些地點產生出來 產生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波漿量測 那甚至如果有擺一些參考點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 可以做那個 碟套在我們以前的資料上面做一些比對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是做波漿的 所以其實量出來的品 就可以做波漿的 對 因為它只是波漿 那產生出來的資料 還可以直接做核道重火斷面的兩側 剛剛前一個講者也有提到 那這個唯一的缺點就是在有水 廣泛的水的地方 它沒辦法適用 不過一般在台灣廠 耗發性這種骨石流 或者是一些骨沙產素的地區 其實它的水 在一般時期都是小水的東西 它還算蠻適用的 第三個空間資料水取更新 是因為我本身還有做賴打的應用 然後以往我們去做那個打點檢查 跟檢查 都是用牧師的 那牧師檢查有一個這樣大的缺點 就是說如果這次是我去 下一次另外一個人去 可能它這樣標準就會這麼一樣 然後我們用捲齒量 它量跟我量 會差很多人 所以後來就改用埃打去做 後來埃打實在太過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看能不能後破 這樣一個方式去去操作 去取得那個量化的資訊 那後來發現其實現在是目前在試驗階段 那還算是 初步評估還算是可惜 那正確的要等到整個報告結束之後 才可以給大家一個比較明確的成果 這是什麼水果 這大概是97年的時候我去拍的 那我一直在這個波面有做監測 是因為當年有想到說 能夠一直能夠延續這個這樣的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用 好 這次的影像 想讓你就是影像 影像就可以 回到我們之前 以前 像姚測有些常用的 就是地貌的判飾跟分類 那對於植背的判飾啊 或者是 就是土地利用圖的更新啊 或他地這些都 可以用很快的應用 那我們這邊就不對 俗樂器就是直接影像的 拿來用地貌判飾跟分類 那我們現在 可能可以順便提一下 剛剛剛好大部分 中間社現在大概都用兩個階段 來做表現影像判飾 第一個是 我們會先把影像當中的物件 切成一塊一塊 那切成一塊一塊之後呢 要能夠確定這一塊一塊 化完我們要判飾的所有物件 然後再進行分類 分類完之後 我們還會再用人工去檢測三次 不管是別有以前的影像 然後或者是我們 近期能夠拿到一些畢形資訊 都會拿去補兌 然後這樣子的話 可以提高正確性 這P240產是剛剛的密集 匹配的點一 對於我們拿Photocad Sketchup 去把模型 就是訪問的模型 或者結構模型 拉出來都相當的簡便 那這個對於什麼呢 比方說三維數碼程式的建立啊 或者是那個 覺得新一部現在大陸的名字 在智慧模型 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那回到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 台北明天還可以開始寫 假設今天我們建立了很多建築物 然後一個地震撥了過來 那我們為我們建築物的建造名分 結構 一些參數特性 那在於模擬就是地震影響 對這個建物的影響 其實是可以直接有視覺化的呈現 是非常好的一個呈現的方式 那這個我們之前在跟同事 正在合作處理這一塊 比方說那邊可能有考量啊 User可能對Photopay是比較不熟悉啊 因為他還提供了 自動建立三文模型 我想剛剛大家已經看了很多了 這是中興設的研究大樓 新蓋了大概去年完工 所以我們才剛進去的 那他們看起來蠻大的 只有一排多人 竟然蠻浪費的 有的模型 有的地形 當然那個做視域分析這一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是這麼熟悉的話 其實就知道的東西可以做視域的東西 不管在攝影機的展開 或者是就是比方說我們要做一些偽安的時候 然後像通通的附近啊 或者是我們未來要去在同事的監測區域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檢測說 我們的攝影機拍到位子的 從這個Coverweight的拿去 所以我們大概也有在使用 然後最近的一個案子是 不是台灣的區域 然後 然後回到這個案 這個 這個一開始的稅源電腦 當初 會想到用到電腦試卷 其實就跟災後即時 這個即時是R-time 那 這個即時是 就是不是 不是real-time 為什麼不是real-time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直有一個攝影社會 在全台灣的國務上面 一直定的這樣 就目前技術來說 所以呢 我們只認為說 經由有發生災害了之後 我們可以儘快的去現場 然後不管是通過第一面 或者是剛才有一些 網友他分享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馬上做一些處理 然後提供相關單位做一些 制補的 或者對不起 一些處理的對策 這是第一個案例 5月3號大概在 2001年的時候有一個 九山事件 那這個 九山事件的調查 是大陸市公會 就是委託中心設計的調查 那 事件一發生的下午3點 就是到對亞的那個 三里上 一個台電的 臨時製放一些材料的區域去拍攝 那拍攝之後呢 我大概就可以透過這個影像 輸出電影 然後產生ESM 我拉出抖面線之後呢 我就可以大概有多少 放在這個 在這個撥面跟撥在道路上面 那這個後來就是 大概交通通過的數據 其實差異不大 那我就可以馬上 那有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今天要三天通車 五天通車 我可以透過大概多少 車次 然後要怎麼去把這些 補方運到不同的對峙區域 然後來估算 就可以 假設像這個 你這個現在目前的土方 是要 雙頭是慢拖車 大概一萬五千車次 這大概就可以一開始去除 然後可以知道這個車流 要怎麼走 然後挖土地要怎麼練習 這就是在做這個通車的 這個點面上是有意義的 那後面呢 當然衍生應用還有 還有熱身應用餐 然後我們也有做 然後輸去那樣子的管理 這個大概是比較危險一點的 所以呢 它會有一個好處 我們從上游 大概下面的人就看不到 所以這個拍完之後 這個調查人員 不怕被黑道指握乾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礦區的管理 剛剛做挖田 剛剛可以看到挖田光 其實也很容易知道 然後相減 樹林地形相減 大概這幾年 算是一個 長低道的名詞 可是數據現行相減之前 其實要做一些校正跟律理 那我們這邊就不贅述了 主要是要講說 如果結合現地的地質調查 有什麼好處 像這是真文水部上流的一個熱眼公開 它的A區公開地 可以看到它通過了一個熱眼相機 然後它這塊破碎呢 可以去現場看 你可以看到照片 我這邊忘了放的照片 就是它其實是比較破碎的壞地 跟殺力 那大概就是因為主要就是 它的破裂的方式 它的材料呢 就是這個災害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為有熱眼相鞋經過 導致地產的破碎 所以在這個影量之下 它就往下掉了 然後相鞋到背鞋 背鞋這一段之間 有兩個區域 一個是B區一個是D區 可以想像它就是 這樣的一個往上的趨勢 所以B區的層面 往這邊放 C區的層面就往這邊放 它主要是因為層面控制它的光彈 控它的自在的方向 對不起 滑動的方向 那這個對於 這個到底有什麼 就是對於我們後續在做 我會自體對策 可能會有不利的幫助 比方說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啊 比方用幾屆的方式 或用自體的工法來做的方法 這邊剛好有跟層面上去看 剛後面講 我們講一下河島 80霸 是石垃圾上有的一個霸 然後呢 它在 九七年的時候 突然間就 就崩 就崩壞了 崩壞之後呢 上面的土砂 想當然它會往下慢慢運 對不對 因為有一個大廠那邊有一個高層 上面有土砂 大一掉了之後 上面的土砂 就敵人上面就往下走 那這個往下走 我們有拿來跟LIDAR的資料 其實 我們就拿一下 做出來的ESM 然後去跟前一期的數字定義相比 然後 這時候也拿LIDAR去做 就發一期的資料的趨勢都差不多 那 主要 我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就是 它其實 在應用面上面 的光律覆讀上面 其實其實夠用 第二個就是呢 你看喔 像檢訪之後有什麼好處 我們發現有三個區塊 這邊刷有條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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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別是一二三三個區域 這是什麼區域 可以看 看什麼 就是攻擊機車 這攻擊車就刷 特別是 好 可是呢 B區很明顯的 這是零物學校 它就是 一下子失溫 就開始崩壞 二區呢 它不是因為失溫 而是因為上游有一堆土 有一堆水 慢慢往下游 這些激流 造成那個 上面的土砂往下掉 山區那一堆是岩盤 所以它也沒什麼變化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我一開始崩拉往 我 看到攻擊車 下一個動作一定做好 就可以減少一些災害的可能發生 其實呢 就是 我也可以拉補面線 跟前後期 比較 比較什麼呢 可以看到 像是 這個購買人 它開始在退縮 這代表有一點 如果今天再有雨量再下來 它應該會繼續退 然後 然後到這個下刷去 就是不穩的區塊 它會一直在 它這邊堆一堆 堆一堆完之後 再下雨 它又往下再移 所以這邊要十分注意融化 所以這個 也是一種後續的利用 甚至兩期之要相減之後 然後配合材料的參數 就是一些單種試驗 我們可以做一些 摸他的模擬 那這行為模擬呢 對於類似的區域 我們可以做一些 呃 就是摸他形態 來瞭解之後 對於後續治理 當然也有一些 參考建議 後面我會比較 明確的跟大家講 他會建議怎麼怎麼做 然後甚至像充浴 這個我們也可以摸你 它會不會 它會不會淹水 這都是實際進行過的案子 好這個 這個我可能要提一下 這是我跟陳出群超老師的 一個博士略生 他跟博士合作 大概寫了一個文章 那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要講到 是核酸型態研究 核酸有一個特性 它是會回春 也就是說 它的核酸面會踩高 那有短時區 跟長時區兩類 短時區就是 上游以外有衝塌 然後補方往下游移 比較平的地方 當然會堆積 也就是從原本的核酸面 往上跑 那它慢慢隨著後續的時間 會一直慢慢往下刷 這往下刷的趨勢呢 主要一開始 一定是跟水流的方向有關係 就是比較強的水流的區域 好 那通過這樣 我們就可以看到水流 兩期之間的 比照就可以看到水流 大概往那邊走 就可以知道 哪裡是重刷的區域 會繼續往外測破 或者是 甚至會有淹水的顯示 那 那 已經有知道位置在哪裡了 那有沒有辦法 做一些自己的 明確的指標 比方說我要做 不管要做多長 多高 輕數到輕多多少 這個就 這個就 當然直接用數據來看是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模擬 那以往模擬有個壞處 就是因為資料取得難 所以那個參數的調整 很相當相當困難 要驗證也難 那現在如果 有這樣的方便的 取得資料的 方式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擬呢 把參數 或者是 選擇適當的模式 選擇適當的參數 調配出一個適合這段段 在這段時間 它可能會演變的趨勢 好 得到之後 我們可以 得到這個趨勢 我們可以看 當然 這個資料先講 線的網核 線的網核之後 就可以做流速分析 看到紅紅的地方 又有流速加大的區塊 對於下游的保全對象 比較需要保護的區域呢 我們把它 看成A跟B這兩個 對不起 這兩個 紅色跟黃色的兩個區域 然後A點到B點 就是上游到下游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把這塊拉打 可以看到 這一邊其實都是加速的區塊 可是呢 這邊便沒有浮網 那我們就知道 布腕要拉多長了對不對 下一個 拉多高 剛剛有 前面有人提到 就是用一圍的水裡分析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通過二圍 剛剛前面也有人提到 那二圍我們就知道 他可能會邊多高 這時候就知道 布腕要拉多高 所以高跟寬就能取得 接下來呢 剛剛前面還有提到 衝浴分析 可以看到比較黃黃的區塊 集中的區域就是 浴高的區塊 那現況呢 其實跟我模擬結果差不多 那 可是呢 這個趨勢呢 就可以讓我們做一個 用一個指引 就是說到底要清多少 清多少 所以透過這個分析完之後 我們就知道 這段 這個長度裡面 應該要清多少 然後再加上 每年年度的預算 跟 他可能的疏殺量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年度呢 提出一個給 呃 相關治理部門 單位的一些 機關的一些介入職 那 我以上做 這樣的分享 我以上就有預計的 等於是 我們就有的 不是